南京儒的世界巡迴演唱会 在2020年碰上疫情被迫延期 终于在5月20日重新在上海举办 不少歌迷都到了场朝圣 但活动结束后却有观众报应 自己花了大约6900元的新台币 买一张演唱会的门票 但是现却从头到尾被舞台立柱遮挡 歌迷表示当出购票的时候 看不到详细的座位图 一直到当天坐下才发现 视线直接被舞台四周的立柱给挡住 爆料内容发上网后 迎来不少歌迷产生共鸣 歌迷认为主办方应该要在购票前 这些标示出视线受阻区 不应该让大家花了同样的价格 却因为运气不好 得到差距的观赏体验 更有许多歌迷要求主办方退款 但主办方透露在售票时 不知道舞台设计会有四根柱子 所以才没有另外划分视线受阻区 但目前包卫会已经介入约谈公司 将会制定相关处置方案